3 2 1 請起船 在金融市長林游昌 交往部長王國財 與地方員蔡司映等人手持電動鑿鎚開鑿後 金融東安郵輪廣場串接工程正式開工 這項工程將打造空中跨橋平台 串接海洋廣場至東安市區 即將卸任的金融市長林游昌高興的說 這是市港再生標案計畫的最後一里路 今天的這個郵輪廣場的串接工程 是我們整個金融市港再生標案計畫裡面 最後一里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我非常高興能夠在我卸任之前 來進行動土的一個儀式 那接下來工程馬上要進行 那會在113年的4月份來完工 那這個郵輪廣場的一個平台 對整個金融市人本環境的一個營造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案 那它會把我們整個水岸邊 還有東岸的商場以及我們的文化中心的美術館 演藝廳還有港務公司的 郵輪旅客大樓會整個串接在一起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規劃跟設計 在國際上也是一流的一個水準 那也得到重要的一個獎項 那我希望在113年4月份完工之後 我們整個東岸的這個港邊的一個串接 它的一個郎帶一定會變成是國際郵輪的客人 還有我們國內的民眾 那來到基隆看到基隆港漂亮最美麗的一面 交通部長王國財野大戰 在基隆市長牛昌主陣下 8年來基隆市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包括基隆捷運預計明年第四季東宮 這段期間交通部與基隆市等方面合作相當愉快 未來也將持續深化合作 8年前來基隆看到的是一個黑白的 那今天到基隆看到完全的彩色 而且多彩多分 所以我想說在整個在這8年的建設 大家有目共睹 然後基隆捷運現在也已經送到環保署 如果快的話明年第四季秋可以動工 所以整個基隆的發展 全國都可以看得到它的進步 我們期待後續交通部繼續跟基隆市政府 來做一些合作 持續來進行 有些還在進行中的工程繼續把它完成 立法人蔡世英則認為這項穿接工程 未來將可提供遊人旅客 更便捷安全的步行動線 蔡世英也強調 接下來在軍港西遷後的相關開發案 它會持續努力 讓基隆往前蛻變不走回頭路 對於我們基隆港市的支持 那除了我們看到這些工程之外 未來包括軍港西遷之後 東岸舊的渭海營區的開發案 以及C456我們的港海運大樓的開發案 這個部分未來市應會繼續來努力 我們期待讓基隆繼續往前蛻變 不走回頭路 金融市政府都市發展處長徐彥新表示 這項平台串接工程 需穿越市區道路上方 在基隆市是首次嘗試 因此主要結構量體 將先採預柱方式進行 在不影響市民生活環境的前提下 用最快速的方式建構完成 主要的結構的量體跟結構的部分 都用預柱方式去做 然後希望用最快速的方式去做銜接的部分 這個部分當然國際很多的大工程都有這個經驗 在基隆是首次的 所以也是我們極大的挑戰 但我們現在正努力去做細節的一些調節跟調整 未來在做這個串整的部分之後 我們希望用最短的時間 展現我們的工程的能力 把這個串接工程 盡量不打擾大家的日常的一個生活環境 還有交通環境的這樣的狀況之下 進行完成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